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微博电影之夜的璀璨星光与幽默瞬间 哎呀 王一博这小伙子 真是每次出场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这次在微博电影之夜上的表现 又是一波美谈 咱们一起来细细品味一下 这位青年电影人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和欢乐时刻吧 话说回来 那天晚上 王一博穿着一套燕尾服走上红毯 那场景 简直就是电影里的贵族少爷穿越到了现实 黑色的燕尾服剪裁得体 贴合着他修长的身形 金贵又不失身世风度 每一个镜头前的定格 都像是精心安排的艺术照 粉丝们看了直呼 这也太帅了吧 仿佛整个红毯都成了他的个人秀场 每一步都散发着自信与魅力 让人挪不开眼 但是 你猜怎么着 这孩子私下里可斗了 自己在微博上晒出了后台照片 穿着秋冬款的大衣 孩子潮说热得不行 哈哈 这反插门也是没谁了 明明红毯上那么高冷 私底下却这么接地气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笑又觉得亲切 粉丝们纷纷留言 宝 你是热得可爱呢 还是可爱的发热 这互动 满满的都是爱啊 讲真 王一博在红毯上的确游刃有余 无论是正装还是休闲 他总能穿出自己的风格 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贵气 让人不得不佩服 这次他选择的长款香脉大衣 配上Chanel真品珠宝 Cafe Society系列的Spring in Venice胸针 简直是优雅与奢华的完美结合 这搭配既有年轻人的时尚感 又不失成熟男性的沉稳 让人一眼难忘 在2024微博电影《知夜盛典》上 王一博作为青年电影人的代表 真的是光彩夺目 他的出现 不仅是对电影艺术的致敬 也是对自己演艺道路的一种肯定 光影交错中 他带着对电影的热爱与追求 每一次露面都让人感受到他 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和热忱 这次 他还获得了年度突破电影人的荣誉 和著名导演刘伟强背靠背站在领奖台上 那份得意的小表情 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 也是对他一路以来努力与成长的最好见证 王一博 这个曾经的舞者 如今已经成长为影视歌多期发展的全能艺人 每一次的突破 每一次的进步 都让喜欢他的人感到骄傲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脚踏实地 一步步努力的结果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梦想有多远 只要坚持 总有一天会触碰到 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所说 感谢每一次机会 我会继续加油 做更好的自己 这句话 简单却充满力量 让人感动 所以 王一博 你就是我们心中的最佳男主角 不管是在荧幕上 还是在生活中 你的每一次尝试 每一次突破 都值得我们鼓掌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相信 你会带着这份热忱 继续前行 创造更多的辉煌 王一博 你真的很棒 继续加油 我们的宝藏男孩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